今天这台小米盒子3 是莫老师的一位粉丝寄来的 因为已经在他家吃灰很久 所以干脆就寄给我 搞一期输入财了 那既然来都来了 今天我们就来给他安排上 Hybrid Lake 让它变身电影游戏神器 嗯 话不多说 直接开稿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什么是Hybrid Lake Hybrid Lake是一个双系统方案 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Core Lake加M Lake 由于从底层 改许了前面两个系统 由Libre Lake上遗算下来的启动机制 从而实现了Core Lake和Amy Lake的共存 说人话就是 这玩意又能看电视 又能打游戏 了解完后 接下来是准备工作 我们需要一台小米盒子3 型号为MDZ-16-AA 本教程只适用于磁设备 一个薄的刀片或螺丝刀用来拆机 一个镊子或是一小节电线用来短接 一条USB工对工数据线用来连接盒子和电脑 精神烧录工具用来写入固件 以及最后一个Hybrid Lake固件 那么按照国际惯例 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放在了视频简介 点个赞 快去看看吧 准备完之后 接下来是第一步 刷入Hybrid Lake 将下载下来的精神烧录工具进行安装 并把Hybrid Lake固件进行解压 备用 之后拿起你的螺丝刀 从盒子的侧面插进去 挨个把卡扣敲开 注意 第一次拆的时候会比较紧 需要大力出奇迹 在地板上打开精神烧录工具 装脚文件 导入烧录包 选择刚刚解压出来的 MG格式Hybrid Lake固件 右侧只留一个插出Flash 并在下拉猜猜中选择插出所有 完成后 点击开始 用USB攻对攻线 连接盒子和电脑 用短接线 短接盒子主板上 靠下方的两个触点 通电 开机 听到电脑发出新设备识别音 并且烧录工具开始跑进度调后 就立刻松开短接线 如果烧录工具没反应 就拔掉所有线了 并关闭精神烧录工具 重来一遍 烧录过程中 可能会时不时的出现红色的爆戳提示 这种时候 我们只需要快速的插把一下USB数据线 进入条 就又会走了 等待工具提示烧录成功 Hybrid Lake便成功安装进小米盒子3了 第二步 初始化Hybrid Lake 八年重启 某人会进入Quartel Lake系统 看到这个界面 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 没错了 Quartel Lake其实就是CODI 不过因为是直接跑在硬件上 所以比我们在安卓系统上安装了CODI 效率要来的高不少 首次进入会有一个引导页面 注意设置一下WiFi 然后一路next就可以了 完成后来到首页 这后我们就可以到设置里 切换语言到中文了 Quartel Lake和APP版的CODI 功能上几乎没有区别 所以就不多做赘述了 来说下如何切换到Amelec 在首页上 点击左上角的插头图标 选择Reboot to Amelec 就能重启至Amelec系统了 Amelec只能使用手柄操作 所以进系统后 也需要插一个手柄到盒子上 然后查按任意键 开始设置按键 设置完成后 就能进入主页了 按STAR键 打开菜单 然后选择System Setting 点击Language 在里面找到简体中文 并切换 就能正常使用了 注意 这个刚装好的Amelec系统 是没有游戏的 如果想玩游戏 你需要自己添加 添加方法是 让你的盒子和电脑 连接到同一WiFi下 然后在资源管理器里 输入-Amelec的IP地址 嗯 这个IP可以在Amelec的网络 手指中找到 弹出的框框中 输入用户名 root密码 Amelec 之后就能开到 Amelec的文件目录了 找到ROMS文件夹 然后就可以根据机种 自己添加游戏了 至此 整个小米盒子3 刷Hyperlec的教程 便结束了 那么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莫老师 一戒三天后 我们下期视频见